光照进生活 光看见设计 光创造品味 光改变世界 我是UNO赖宇农 UNO Life光听你说 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 一起听光的故事 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 用光带你听设计 聊生活走向世界 大家好 欢迎收听UNO Life 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 UNO赖宇农 你收听的是 PopRadio联播网 北部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陶竹苗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好 大家周末好 又来到我们这个 UNO Life光听你说的 这个欢乐时光 自己讲欢乐 真的很好意思 好啦 我们都深入浅出 就讲一些这种生活 设计相关的事情 但是呢 其实我们一直在 关心永续跟环保这件事情 相信大家也都有听出来 那今天呢 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永续的环保议题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大课堂来着的 其实我也真的蛮佩服我们的这个企划组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 是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局长 那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局长 我昨天说实话 我在访问前 我自己想一下 我想说 天哪 这个真的压力三大 我要怎么放 因为毕竟就是说 访问我们这个父母官 或是访问这个行政长官 跟访问一般的这种创业家 我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我们这个局长的一些简历 那我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这个局长呢 吴盛中吴局长 他原来是一个资历非常非常深的 这个空气品质专家 那其实他在早期从环保署 然后到这个之前就已经做过 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局长 那这一次呢 新的这个行政团队上任之后呢 又把他重新请出来 那我相信这个有一定别有用心 为什么就是特别要 这个时候请这个吴盛中局长 皮瓜上阵 我想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当然是也是他在这个环保 这个业务的一个熟人 那他其实推动了很多 包含像这种永续的 不管是发电电能啦 不管是这些原本的这些环保业务 那更重要是借助他在这个环境保护 就是空气品质的这一块 那前一阵子刚从日本回来 那大家去日本如果有坐过计程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其实车上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荧幕 写说空气品质AQI的这个好坏 那不管他的数字是在哪里 他总会告诉你说现在的空气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呢 其实像我我们住的那个住家里面 也会有写就是其实会写到 比如说关于那个你现在的空气品质好不好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后疫情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前一阵子也发现就是其实厂商 包含像辛诺菲阿菲利普 其实很早就有再提出就是这种 我觉得他们也蛮会与时俱进 很快就提出这种杀菌的这种灯光的一个方案 然后我就在想说对的确这个时候 尤其是进入到后疫情全部都开放解封了 你现在戴口罩不是一个强制执行的事情 那你进入这个室内空间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他的这个室内空间的空气品质好不好 那因为户外的话户外的空气品质比较简单 户外的空气品质就是悬浮物阿 这个落层阿 这些空气组成二氧化碳浓度高不高 那但是譬如说你现在你进到室内之后 你譬如说你要吃饭了 譬如说你今天你要健身了 或是可能去游泳 你没办法戴口罩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一些病菌 所以像菲利普他们其实有做了这样一系列这种 就是所谓的UV灯 那UV灯其实以前本来就是杀菌的 只是他们现在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升级 所以这个其实UVC这个灯 其实可能是一个新的这种科技 它是可以有效的把这个空气中的 细菌跟病毒杀死 光听这个我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谁不希望家里的空气品质好 那你回到家里面是最需要放松的时候 可是大家从外面你不知道带多少病菌 多少细菌回来 那如果你可以在家里 或是你可能去的这些公共空间呢 可能可以有这样子的这种空气滤镜 或者是杀菌的系统的话 民众会觉得安心很多 那这个恰恰刚好呢 是今天我们特别要请吴胜中吴局长 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譬如说面对这样子 等于是一个新的契机 新的转机 就是我们遇到了这个疫情 然后疫情之后 大家对于空气的品质 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那么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 比如说环保局的立场 有没有什么这个方法可以去帮民众监督也好 或者是说鼓励这种业者 来多往这方面去发展跟开发 那其实我觉得台北的空气品质 好像还不错 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站在专家的立场 就是今天这个吴胜中吴局长 不仅仅是我们的环保局局长 他同时也是刚好是这个空气品质的专家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地要邀请到 台北市环保局的吴胜中吴局长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到底这个空气的品质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注重健康的听众朋友 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 你千万不要错过 那我们休息一下 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吴诺Liv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吴诺赖雨农 大家早上都好吗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录音室就是如临大敌 因为我们今天来了 这个我们的父母长官 是来自台北市环保局的局长 局长吴胜中 吴局长您好 主持人还有空中相会的士兵大家好 好大家好 那其实是这样 因为今天算是一个环保大课堂 因为我昨天晚上我自己很紧张 因为我在想说 哇我要访问到环保局长 也很感谢我们这个气质 我们气质真的很厉害 就是我们一直想要推动永续 一直想要推动这些环境 或者是这个循环经济的事情 那我们就脑筋就动到说 跟我们环境最重要的关系的 在台北市的市民来讲 其实是我们环保局 那我们就开始去了解 就是环保局有哪一些政策 那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次 就是上一次你听到这个空气品质 PM这件事情 PM2.5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是你知不知道PM2.5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其实是原来是我们环保局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业务 那我今天见到吴局长 我其实心里面有放下一颗大石头 因为吴局长本人非常的亲切 而且他非常的幽默 他跟我讲说 就是你讲什么 我们就讲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一个大课堂 会有满满的这种环保的知识 可以带给大家 但是相对来讲也会非常的轻松 那我们先问问吴局长 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PM2.5这件事情 它指的是什么 其实要知道空气品质好不好的话 那有一个指标叫AQI 就是空气品质指标 这个AQI的话其实是有六种空气污染物来组成 一个就是臭氧 那一个就是PM2.5 然后PM10 然后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 还有二氧化氮 就像我们要评估一个学生成绩好不好的话 要得志体型美 一个综合性的指标 所以我们有六种污染物 来做一个看空气好不好的指标 那我可以直求对决 问一下那我们台北市的空气品质怎么样 因为我就先讲一下 因为刚才PM2.5这件事情 其实这2.5或是PM10 那是指那个粒子的这个粒精 那个动态粒精 那因为这个固体的空气污染物 一个叫做会掉在这个桌子上叫肉层 浮在空气中就是前五微粒 前五微粒就有所谓的PM2.5跟PM10 大部分这两个 那PM2.5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更深入 不是在这个喉咙那边就被挡住 等于会吸进去 到肺部 到这个一个支气罐 这些东西更深入 那至于说这个台北这个PM2.5 这个浓度到底在这个指标是多少 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就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台北市的PM2.5 它的浓度是9.7 微克每粒方米 大概就9.7 那在亚洲城市的话 我们就仅次于东京 东京是9.2 那新加坡是13.3 香港是14.4 曼谷是18 首尔是18.3 北京是29.8 所以的话这个台北市的这个PM2.5 这个联系几年来都已经符合 国家标准就15 那这个就是在台北市生活的人很幸福 因为仅次于东京 大家这些喜欢去东京呼吸空气的人 原来台北市的空气也只比东京差一点点而已 对他们9.2 我们9.7 其实都这个国家标准 还有这个 德国企业的话 它的建议只是10 其实我们都已经到9.7了 好 所以吴局长的这个敏感度跟知识 其实是首屈一指 因为我们吴局长其实是重磅回归了 因为吴局长已经曾经在 2010年到2014年已经是做过环保局长 那后来这次是新的市政团队上任之后又重新回归 那这次跟上一次两届这样子比较起来 就是有没有吴局长什么在这一届特别想做的事情 其实因为我本身开始到环保所当公务员的话 是做空气的 这个民口78年 其实我都一直在做空气这一块 因为空气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大家市民的健康影响是最直接的 你说飞气物跟水 大部分来讲你也不太会接触到 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健康 那因为空气你每天都飞呼吸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要做 这个磁细我会再加强来做 那其实另外现在有一个更重要任务就是 一个是净零排放 这不只是台北市整个台湾 整个全球都要做净零 那净零的话 我们就要做一些所谓的创冷 储物冷跟节能 因为以前大家都一直讲这个节能减碳而已 但其实节能可以减碳 但是不能净零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要发电 然后发电就有一个锄电系统 这是这个净零 另外一个重要就是室内空气品质 因为后疫情时代 大家可能因为解放人 会觉得说好像没事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空气中还是存在 包括一些矽禁一些病毒 那这些的话 这个比较脆弱的这些群主 包括这些幼儿或是老人 甚至说我们常常必须去吃饭 一定要把口罩拿起来 餐厅 这些风险比较高的地方 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来做一个管理 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太好了 谢谢 欢迎你再一度回来 这个太好了 台北市民有你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所以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北市环保局的局长 吴胜中局长 然后他对于这个空气 有专业跟知识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在聊 就是说整个台北市户外的 这个空气品质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因为大家现在都越来越重视 空气品质 尤其是刚刚局长有提到 疫情后 疫情期间大家都戴着口罩 就表示就是因为空气 是你每一天呼吸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说 你今天可能一个礼拜 不落垃圾不会怎样 但是你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呼吸太重要 那你呼吸的这个品质好不好 那可不可以再请教吴局长 譬如说像现在 所谓造成这种空气污染 以台北市来讲 最主要的污染源是什么 其实一般在讲空气污染源 有三个 一个叫做固定污染源 那个叫移动污染源 那个叫异扇污染源 固定污染源 讲的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讲工厂 工厂旁边的废弃 那移动污染源 其实就是车辆 车辆造成的 那异扇污染源的话 大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个营建工程 或是说这个有时候 我们这个油漆干什么 这些会汇化到大气中 没有管道的 排放的 那我们就称异扇 大概分这三类 那你台北市来讲 这因为工厂比较少 所以主要的还是这个交通工具 跟一扇源 一扇源尤其是像一些工程 这些东西 有重大工程的附近 可能就空气品质比较差 然后比如说上下班时间 可能就空气品质比较差 可以这样说 对还有包括 比如说一些烧烤店 这样子 那一扇型的这种污染 就是变成比较 都会型的污染 但是因为大家刚有听到了 就是其实台北市在这块的控制上面 然后包含我们的这些策略 其实台北市空气品质 其实真的还不错 说实话 我们自己在台北市生活 可能也没有觉得 每次在讲说什么空气品质超标什么 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感觉 台北市空气还是 呼吸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是的 因为当然这个空气品质 好坏也有很多个原因 对 那一个是气象 一个是地形 当然重要的就是 你一些防治的措施 这个其实是中和型的 也不能说只有靠防治措施 因为确实台湾有一些 他们所在的地方 这个不适合扩散 后一些动力血的流体力血的原因 常常在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空气就变坏了 那平常也不会那么不好 所以有时候这个地形 跟气象影响也很大 是不是有那种小的什么监测器 就是我们可以带着 比如说知道今天的空气品质 好不好 因为可能刚局长也有特别讲到 就是可能年轻力壮的人 大概可能在这样的空气品质 现在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可能对于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或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 他们可能对空气品质 又会更敏感 所以可能比如说除了户外之外 是不是室内 其实也有一些空气品质的方法可以掌控 是的 这个其实就是空气品质 好不好都有设监测站 那这些室外的监测站的话 包括环保署也在台北设 那我们台北市政府自己也有设 这个是要监测空气品质 那假如室内的话 室内的话因为也有相关的防治法规 那有的被限制 有的要做自动联系监测 也要有所谓的显示这些纸 那最简单的当然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很多公共场所 就会显示二氧化碳 那这表示说 这个里面空气有没有流通 这个好不好 这个有没有符合标准 这是比较单纯的 那假如说像一些像续镜这一类的 那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检验 懂懂懂 所以这个开始又要带到下一个主题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空气品质 空气品质本身除了全服务成分之外 这个其实是讲你空气干不干净 品质量好不好 所以户外跟室内 这个其实大家现在环保医师都抬头了 大家其实现在新闻也会讲 比如说你今天要出门 今天的空气品质好不好 还是哪边的空气品质可能比较不好 大家就会避一避对不对 那家里你可能也会买一些什么 空气清净机啊 什么让这种悬浮物再少一点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健康 是越来越重视 那刚才局长就有点破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其实在疫情这个时代 那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就是 说实话 细菌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 它就飘在空气中 那你不想它也都会飞来你这边吧 但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全户的滤水器 就是我们就可以把 比如说用什么方法 把这个空气中的细菌 就是干脆杀一杀 就是比如说我可以至少确保 我在家里面的这个空气品质 除了干净以外 又是没有什么细菌病毒危害 有没有办法 这样讲 就是这个要把这些污染物 包括这个细菌病毒 把它除掉的话 有所谓的干四法 也有失事法 这个说得我非常 因为我们要卖个关子 就是到底这个干四的 这个听起来 因为你如果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有人在你旁边 喷这个食饰消毒液 你会想说是怎样有事吗 但是如果说是干四的 如果可以无形中 把这些细菌杀掉 这个应该 大家会非常有兴趣 那我们卖个关子 进一下广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吴诺Live 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 吴诺赖雨农 广告过后 欢迎大家又回来 继续加入我们 我们今天呢 在录音室呢 是请到了我们台北市 环境保护局的局长 吴盛中 吴局长 吴局长你好 主持人 这个空中相会的朋友 大家好 大家 我刚刚前面 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大家就是等了很心急 因为这个 慢慢大家都会 越来越重视品质 越来越重视健康 这种环保的意思 也都抬头 那之前面对这个 COVID的时候 其实大家真的是 手足无措 就是哇怎么办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 的确我有买过一个 类似什么一个杀菌机 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它这个杀菌的功能好不好 因为你就不知道 那但是今天吴局长 有带来一个 重磅的消息 就是说原来是有方法 就是刚才提到的 除了湿式 喷洒消毒水之外 有一种干湿的方法 也可以来帮忙 空气杀菌 这个是什么方法 这个其实 目前台湾也有 七八家这个工厂 其实有这个生产 这样一个产品 一般所谓称的UVC UVC UV是紫外线 C因为紫外线有三个波段 一个是A 一个B 一个C 那C波段是最强的 所以我们就称了UVC 如果产生这个UVC 有用灯光 有用LED 这个也有不一样 产生这个光的方法 所以那这些的话 他们是这样设计 就是说你在那个 我们比如说一个室内 一个触风口 或是肥风口 这个空气流通的地方 都可以装 我看人家装在那里都可以 所以的话你当这个空气 流到那个装有UVC 这些触风口 这个肥风口的话 那过气的时候 UVC产生那种能量 就会把这个细菌跟病毒 把它杀掉 大概可以杀掉多少的细菌 一般来讲 八九层以上大概都没有 可以杀到八九层 当然这个要设计 设计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空间的大小 然后你风量 这个比较座元的设计 当然你要不能说 空间那么大 有一个小东西 就能够杀多少 这个是要经过一个设计 对因为这个是有一个 空气量的一个换算 有多少空气量需要多少 还有包括浓度 对这样想就很聪明 就是你可能透过空调的方式 有点像是滤水器 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空气杀菌 然后滤好 出来之后就是干净 没有病毒的空气 等于是这样的意思 对就把它杀得 至少风险降了很多 不要说变灵 但风险已经 其实会不会致病 大概就是风险 你的浓度要高 对 我们都是要浓度高 才会引起病 那这个又说到我的这个专业 因为我们有想到 用光这件事情 光其实在国外 其实一直前景都有在讲 比如说比较健康的照明 那以前都还停留在 就是说可能透过光照的长度 亮度 帮助一些老人家 可能就是他会需要 日照的时间多一点 那这个其实是国外 一直研究的方向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推动 反而现在是用光 可以来创造一个 比较好的健康环境 其实这个是我们老祖宗就知道了 为什么 我们常常听说 所以要出去晒晒太阳 去晒太阳 对 晒棉被 对 其实大家没有把这个言语讲出来 其实那个是透过紫外线 去杀那些菌 对 UV就是这个概念 对 因为大气的这种光线里面 本来就有紫外线 所以你晒太久 我们晒太久皮肤变黑 其实也是紫外线 把你晒 对 那的确晒太阳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健康的事情 对 我们把它室内变人空的太阳一样 那像哪一些 譬如说像在台北市 就有哪一些空间已经开始有在尝试做这样子的空气品质的 就这种杀菌UVC灯的这种做法 这个真的我也非常感谢 业者跟市民 那就是台北市政府 今年推出这样一个在3月14号 我们推动一个叫做 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推动计划 其实目的就是要真的有防治设备 我才给你认证 这才能够真的达到 而不是说就单纯的那种空气的流通这样子而已 那这样推出来之后 这个企业都非常响应 比如说我们第一家班的那个维峰 维峰 对 因为它是这个顾客下面就用餐 用餐你口罩一定要偷下来 不肯戴口罩吃饭 所以这个环境的这个整个的安全的话 其实维峰他们就做到了 他们装了一种所谓的在这个很大型的这种 他们那个空调系统里面就装了紫外线 那这个晚之后 陆陆细细 尤其公众场所风险高的这个脆弱的职群 对 就有现在很多就来跟环保节来申请 包括一些妇礼之家啦 包括一些商场啦 是包括运动健身场所啦 对耶 都来了 因为你去那边运动 本来健身啊 结果里面有病毒的话 所以这个认证的这个标章是以前就有 还是是这次才新的一个空气品质的一个认证标章 这样讲 其实以前那个环保署在推动室内空气品质 一个是类管藏手 另外一个是自主管理的藏手 他们当时也有在推啦 但是这次台北市我们自己推的 跟大家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确认你有这个污染防止设备 污染的防止 就是特别是针对比如说病毒啊 细菌这一类的杀菌 我这样讲嘛 那个我们国家的室内空气品质标准的话 二氧化碳的只是这个1000ppm 那这个细菌的进入数的话是1500单位 1500 那我们台北市现在在推动的时候 你假如这个二氧化碳低于800 那这个细菌的话低于500的话 我们就可以经济 我们就可以贴这个经济的认证 你假如说这个二氧化碳在1000以下 那个细菌带800以下 那我们就给你迎击 那都比国家这个室内空气的标准都还严格 还要严格 那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各位市民跟业者就是注意 因为有一些空间 我翻译是这样 比如像吃饭的地方 你口罩要拿下来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可能 可能比如说健身的时候你要拿下来 可是有些脆弱族群 比如说可能是安养中心 或是产后护理之家 小朋友这种婴儿宝宝 这个其实非常危险 对不对 所以这些地方就是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杀菌设备 那民众就会安心 那民众你也不用去管那些数字 你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标章 一直有经济的 你就安心进去 对这个就 至少它的空气品质 是一定比其他地方好的 对这个不管经济 银级都比国家的这个室内空气品质 标准都还好 还要严格 所以那所以这个除了除了这些 比如说餐厅以外 还有没有哪一些空间 是我们未来还可以再去 努力开发的 因为这样的想法就很好 因为比如说在户外 我们是注意PM AQI 就是户外的这个空气品质 进到室内之后 我们除了空气品质 希望它也可以有一些杀菌的功能 就是这个病毒少一点 至少浓度小一点 那还有没有哪一些空间 可以去努力的 其实大家应该都清楚 医院一定有吧 我这样讲 因为一个人待在这个室内的时间 一定比室外时间多 所以而且第二个 就是室内空气不容易扩散 不像室外有风就帮你扩散 所以风险来讲的话 是室内比室外都还大 那你刚才主持人提到 包括一些有医疗验手 甚至一些交通工具 大家比较密集的地方 风险会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鼓励 大家能够来做这样一个防治 那确保这个室内的健康 好所以这个 就是一方面除了是一个新的潮流 或是一个契机 就是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之外 我相信很多业者 其实开始修到一个商机了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 我开Uber 还是开计程车司机 我就在车上装一个这种小灯 就我可以杀菌 然后我可以贴一下说 不管我有没有拿到认证 我有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可能开餐厅的 我可能开这种产后理事家 你说我跟隔壁 这个竞争的要死要活 我的空气品质跟人家不一样 我是一个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产后理事家 这个吸引力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市民现在一定是 大家就是怎么健康怎么去的 一定是这样子 一样的服务 但是它可以多一层的 这个价值 那大家一定会选择这方面 比如说我们真的 小孩子出来的话 最脆弱 对不对 那你假如说能够一个健康的环境的话 那当然对家长来讲放心 这个不会受到被你的干扰 您这样讲 我突然想到 之前我在买那个除湿机 家里的除湿机的时候 有一些除湿机 还是空气清淨机 它也有这样子标榜 有类似的功能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UVC 但他就说 我这个有杀菌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您讲的这个整个的这种 UVC的这种杀菌的系统 跟我们一般坊间 或是家里可以买到的那种空气清淨机 有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要处理空气污染物 当然有很多方法 那一个你换气量 一直给它换 把它稀释 这是稀释法 换气量是一个叫稀释法 这个当然也可以把室内这个风险把它降低 第二个你就要加一些防治的这个措施或是设备 这个措施设备的话 比如说当然这个事边上 有说他们有臭氧 或是有活性碳 或是有这个电浆 那个也都有了 电浆这个也是有用的就对了 对反正那个都可以 因为你那个病毒或细菌过去的话 这个都会被处理 就算一个措施或设备 那当然UEC也是因为比较省电的话 因为用LED来产生这个紫外线 就不耗电 就不耗电 那整个安装上也都蛮方便的 对 然后局长这边其实有跟我们分享一个 就是目前台北市这些室内空气品质 认证的一个场所 其实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申请清单 我刚正想要讲说 那饭店也蛮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住宿饭店 因为饭店的窗户都不能开 所以饭店的空气品质也蛮重要 结果就往下看看 就除了这一百公司之外 就看到大直的英底格 大直的英底格其实是 算是我们团队之前的一个灯光设计作品 然后他们现在也赶快跟上了 就表示饭店其实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未来我们去饭店 你也可以看有没有这个标章 至少比较安心吧 这个其实真的是保障大家 我们是鼓励大家能够装 这个保障你那个顾客 这个投资对他们讲应该不会很大吧 这个来讲因为健康是无价的 对你这也算是尊重客户的生命权 对对你假如说一个业者 他都有这种想法的话 对对那顾客当然会来住你这边更放心 对对假如说比如说今天大家都听到这样一个信息 这些各行各业应该都要来装这个东西 我没有想到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民共识 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原来我们的环保局环保署 原来已经把这个触角升得比较前面 我一直以为的环保署还在做这种就是回收 然后资源然后再生 其实不是是有照顾到所有的这种健康的环境 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这个其实是局里面等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使命了 好所以是不是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 是不是就是赚到了 因为这个是今天真的是一个环保大讲堂 但这个环保其实与时俱进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讲说怎么样环境保护 其实是你的这个环境够不够健康 你的这个生活品质是不是可以提升 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永续的一环 所以现在其实从台北市政府这个环保局的这个努力下面 其实开始要去推广这件事情 也希望可以把这个空气品质拉上来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问问局长 就是说那假设我们一般群众 当然你有几种做法 一个就是我可能去公共场合的地方 我可能就会看看有没有这个标章 没有标章你可能可以去要求这个业者说 你没要不要去申请 人家不是有那个空气品质什么的 因为健身房里面大家都在脱口罩 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 我想要再问问局长 在家里我们有什么措施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就是至少在家里我也可以有这种比较安全健康的环境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Uno 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赖宇农 那谢谢大家在广告之后又再次锁定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一个环保大课堂 因为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局长 吴胜中吴局长 吴局长你好 主持人 各位空中相位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习惯跟大家就一再的问好 因为可能有些人中间加入我们 他可能没有听到前面 如果没有听到的话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网路上面 可以有回播的功能 今天的这个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主要呢是因为我们吴局长是一位空气专家 等于是专门就是这几年从环保署到环境局 一直都在做这个跟空气污染相关 那空气也是目前我们大家 尤其在疫情后最重视的一件事情 那刚聊了很多包含现在台北市政府环保局 有在推动了这个空气品质的一个认证 那我们就在想说当然慢慢希望越来越多的公共场合 都加入这个行列 但是我们在家里有没有办法 也可以提升我们自己家里的空气品质 因为可能我家里就有老人 我家里就有小孩 那我也希望回到家之后 这个空气品质可以得到一个保证 吴局长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家里做 这个这样讲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家庭里面 你找这个潮湿或不干净的时候 就有一些生物性的包括细菌 针菌这些会产生 所以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处理 那这个当然可以靠湿式的 刚才讲到有干湿跟湿式 可以用湿式的方法把它喷一喷 把它处理掉 可以把这些针菌细菌把它处理掉 这当然是一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有些比较 包括厕所或者是比较潮湿的地方 这个居住的环境 第一个要处理的 第二个就是说家里面 假如说你要这个有在燃烧 在烧东西包括煮饭煮什么都一样 那我包括洗澡的瓦斯 这个千万切剂一定要通风 这不是为了室内空气品质而已 也是为了安全 平常一个是湿的一个是热的 再来一个就是说 假如我们有买新的家具 新的家具 因为家具大部分来讲 大部分都会做油漆过 所以放在室内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它通风 把那些洗漆掉 用那个通风的方法 当然我等一下就可以总结 就是说你只要用一些 刚才讲的那些污染防治的设施 这个也可以帮助来处理 但是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说 买新的家具 第二个你假如说在有做一些油漆的时候 那些油漆融剂 千万一定 这个空气流通是稀释法 那假如有空气清淨机一定要开 这个不要省钱 这个健康是没有无价的 对 其实真的就是这次 我相信这个空气清淨机的市场突然大热吧 就是从疫情时代 那下次大家再选空气清淨机的时候 也记得吴局长今天给我们的这个 希望大家都有笔记下来 第一个就是说空气流通永远是一个王道 空气多一点流通 然后你如果真的有新的家具 新的这种挥发的这种物质进来 我们做一些清洁 保持家里面干燥 然后可能透过一些这种空气清淨机 可能有带这种UVC的 或是可能电浆或什么 可以稍微杀菌的 这个都可以提升我们家里面的空气品质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这么生动但是风趣又比较轻松的跟大家讲说 原来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空气品质 除了我们要重视之外 今天也给大家很直接的方法 怎么样可以去观察跟促进空气品质 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我们谢谢吴局长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空中香味的朋友 好我们下礼拜见